大家好,今天是6月4日 在曾經過去的一個晚上 發生了一件大事 我在銅鑼灣住的 所以每當大日子 我下去都會很感受到氣氛 就算我不親身到維園 因為我家住得非常近維園 所以會見到很多不同的現象 現在…有節目看到大家 我已經在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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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Practicing 所以至今是10人 我現在剛剛等多點人 如果有看周三的決戰的人 也會想到我的今天講甚麼 氣氛 所以我覺得這話題很有用 那但很小聲 我已經45個人了嗎? 為什麼我看不到 喔!看到!看到! 我先分享到不同的項目 我這次用電腦做 所以變成橫道 很興奮 多少人有去到燭光晚會? 大聲一點點 對,有點難度 我先坐近一點 先坐近一點 OK 太近不漂亮的 你知不知道 好了 如果看了星期三那天的決戰的人 就知道今天會講什麼 今天會講Cancer 最主要是講Cancer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話題呢? 前文先交代一下 好嗎?等我們在等多些人進來 現在有62個 快點進來 我知道我平時經常遲到 所以令到你們 沒什麼信心 不太準時進來 OK 好 你為什麼叫我EeEe 我打死你 為什麼叫我EeEe 用Headset? OK 我現在去拿Headset 在後面等我一會 給我一秒 多謝你們提我 我完全不會用這些東西 給我一秒 這些是不是可以的? 就是iPhone那些Headset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試一下吧 好嗎? OK 很多人在吃 我的寶貝姐正在看我 OK 看看 大香里 不記得 石器時代給人類 等等 OK 有沒有聲音? 給點反應來有沒有聲音? 可以嗎?現在 清楚嗎? OK OK 打字吧 快點告訴我 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聲音? HELLO DEAR HELLO 但是有沒有聲音才可以的? 你們告訴我好不好 有沒有聲音? 聽不聽到我說話 你十三歲 哦 那都是姐姐 Ee不Ee OK 有聲音嗎? 很大聲 OK Good Much better 好 那我就可以推遠一點了 你知道遠一點拍得個人瘦一點了 OK Very important OK 好了 今天就講癌症 為什麼要講癌症呢? 因為幾個原因 第一 就是 一個消息 我其實現在有幫一個 不知一個 幾個客人 是煮癌症的餐 對 癌症的Keto meal 他們每天來銅鑼灣 一天所需吃的東西 都給他們了 包括要吃要喝的東西 我是代主 千萬不想揹任何法律刑責 我是代主 就是用我這方面的知識 還有我的廚藝 還有因為我本身做飲食 我有 source to 一些 你們會覺得很難找的東西 但我是很容易買到的 所以 我就代主代家公 兒子不要玩電話線 乖乖乖 待會才和你玩 有沒有我婆婆 OK 她現在很興奮 她現在不斷在這裡 找我的電話線 OK 我就要請她上來 Give me one second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You little thing Come here 大家見不見到她 OK 好了 The very good news 有一個客人 跟我說她媽媽 因為她媽媽是不幸有癌症的病人 她是四期肺癌 她說她過去星期四 檢查了 看了 就說陰影淺色了 還有媽媽臉色好了 嗯 我是很欣慰的 因為 這是一個 living proof 不只她 其他人都會是一個 living proof of 其實飲食才是真正對身體最大的影響 包括我們認為不治之症的 Cancer也好 心血管疾病 現在最border現代人的病 其實是很容易 是可以透過生活上的改變 去令到你痊癌 預防和治療 於一身 好嗎 但是在我開始之前 我就想讀少少東西 同一個人 這個兒子 這個孝順仔 他就發了一篇文章給我 你知是哪些的 兒子那些就說 Cancer update from Johns Hopkins 就說是全美國排名第一的醫學院 醫學重鎮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癌症中心 最新的癌症研究報告 所以這個是今天早上收到的禮物 非常之珍貴 比送人金銀財寶重要珍貴 這個絕對可以救人的寶貴資訊 一輩子受用 請轉發給你在乎的人 好了 我這個客人就傳給我 他就說 Just receive from a friend 這樣 我看完之後 我就 得一口笑 怎麼了 不喜歡聽媽媽說話 是不是 我不喜歡 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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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OK 我就說 Only a fraction of it is correct 我看到其實有些扯火的這篇文 我扯火當然不是我的客人 很好心機地傳給我這件事 扯火 我扯火是因為裡面 英文的說法就是 It's full of shit OK 為什麼說它是 full of shit 大家都會有經驗收到這些電郵 或者在Facebook上面 什麼不看你就會後悔一生 你必須轉發給你所有人 最好是說你轉發給二十個人 你就會走好運 不轉發你就會走衰運 那些 好了 我讀給你聽聽 這篇文章裡面 它說是John Hopkins的 中文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字會有些 不要反轉 是因為我不是Reverse Camera OK 好了 它有一部分東西是對的 正如這些意見領袖 在網台說話 或者在傳媒上說話 都是一樣的 一定是有真為主 或者是一半 然後就會混一些假日 這些就是魔鬼在細節中 我們經常都說的 他就說 Everyone has cancer cells in their body Yeah It's true 每個人身體裡面都有癌死胞 好了 然後他就說 Cancer cells在人生癌死胞 人生裡面會出現六至十次 我覺得不是 我不認為這個資訊是對的 第三 如果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強的時候 癌死胞是可以被摧毀 免疫系統弱的時候 它就會 癌死胞就會擴散和增長 這樣 這個適合不適合一半 適合不適合一半 我會解釋 OK 好了 這個是最適合的 接下來這個項目 他一個人如果 他發現有癌症 是意味著這個人有大量的營養缺乏 這個是對的 這個絕對是對的 好了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要去改善 克服一個營養缺乏的話 你要改變飲食方法 和增進這個免疫系統功能 這個也是對的 好了 再對了 就是說 這個花療能夠毒殺癌細胞 但同時也會毒殺健康細胞 又是對的 OK 但接著 什麼位不適合呢 我看到哪裡 我已經知道 是非常糟糕的 他就說 癌細胞以何為食物 我是會逐點擊破它 大家可以聽 但大家可能聽到這裡 或者新的聽眾就會說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 你誰 你只不過是一個 對著鏡頭發瘋的人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呢 我簡單說一點 第一就是我媽試過兩次淋巴癌 是四期 一次是03年 一次是05年 兩次四期 還有淋巴癌 最惡心的癌症之一 因為全身都可以擴散 醫生沒有什麼好消息給我媽的 就是那些半年 三個月至半年 我媽到現在還好 還放在這裡 OK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由於我自己本身做術素的原因 我看到很多的客人 譬如說 他打來的時候 說他要擺風水 要化病 他不說太多 他跟他談的時候 原來是癌症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了解多很多 就是說 他們的癌症 和他們的飲食習慣 和生活習慣的原因 大部分的醫生會跟你說 基因 遺傳 大家是否也聽到這件事 通常都是這個原因 我待會再告訴你 為什麼 醫生未必可信 我不是查他們 因為我病 我也要看醫生 但是未必可信 不是做一個醫生 個人人格的問題 而是在系統裡 我們經常在鄰近地區說的邪惡美帝 但又怎樣怎樣的 那些 有些東西是很邪惡的 我待會會拼出 如果我忘記說 你記得看我 OK 好了 我們繼續說這篇 Malassus其實是一種副產品 喂喂喂 搞完那一隻 就第二隻你搞 那隻雲底 OK 然後 他就說 你如果 吃這些代糖 就會生癌症 然後 還有 他說 癌細胞 就 喜歡 酸性的環境 也對的 但是呢 最糟糕的 他就說 你吃魚好了 雞也OK的 但是 如果你吃其他紅肉 就會生癌症 很可疑 為什麼鏡頭會動呢 因為我媽媽在拔一條線 他說 如果你的 diet 八成以上 是果汁 全谷類 全谷類 看著 是caps了 看到嗎 就是灰色的 這裏 是灰色的 OK Yup 看到嗎 全谷類 seeds and little fruits 這樣 OK 好了 You know what 我可以告訴你 I am very very sure 我將這份東西 send to john hopkins OK 他是不會說這份東西 是他 OK 不是他出的 為什麼 我告訴你 有什麼大問題 OK 就是 一語道破 我給你看一張照片 你就會知道 OK John hopkins 是美國其中一個 leading 去promote ketogenic diet 就是我之前說過三集 生同飲食的醫院 他是一個pioneer 在這裏 他是推廣這件事 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 叫你吃水果 叫你吃全谷類 這件事已經砸破了 已經砸爆了 OK 所以就是 如果你們收到這些資訊 叫你吃什麼不要吃什麼 那些 如果他quote一個人 或者quote一間大學 或者某一個專家的話 你大可以不理 正如你Facebook上面都說 李嘉誠的什麼狗句說話 李嘉誠的什麼人生格言 blah blah 那些 李嘉誠真的說過了 你看他有沒有任何interview 最安全是看哪些 我開給你們看 我會看什麼 OK 我會看這些 如果你去我的 當然你看不到我的 youtube的紀錄是什麼 就像這些 Ted Talks OK Starving Cancer Professor Dominic D'Agostino At Ted and Tampa Bay 這樣 這些說的 為什麼這些是穩陣 而不是你收到的文字檔案會穩陣 文字檔案到底是誰compile 誰把他編輯放在一起 你不知道 第二 例如今天說的是Johns Hopkins 這間醫院到底有沒有真的 endorse過 說過這份文字 你不知道 為什麼不直接上去youtube 看一些真的醫生說的 OK 醫生自己一個interview 去訪問他 有他說出來的版本 OK 好像這個 我傳給很多人 OK Can we eat to starve cancer William Lee OK 是啦 一樣是Ted的 How sugar affects the brain 蛤 OK The sugar feed cancer OK 是啦 Exactly Lotti Lau 非常之厲害 是Angiogenesis Foundation 叫Dr.William Lee Listen to them talk OK Hear them out first hand 聽他親自說法去說 好過你收到一些 完全不知道哪裡來的 跟你說 他那天看到觀音顯靈 你轉發給一百個人 你就會發達 你不轉發你就會黑一輩 Come on Seriously 觀音會不會做這些 他會不會揍你黑仔 如果你不轉發 It wouldn't OK 所以如果你看了剛才那篇 而你相信 I tell you 你真的害了很多人 要吃泉谷類 吃水果 One thing OK I can tell you for sure 就是 1931年 Otter Warburg 自己去找吧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去找吧 Dr.Otter Warburg 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一個醫生 他拿了諾貝爾醫學獎 因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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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廣泛應用的 他説什麽 他説 癌病 是一個metabolic disease OK 我開張相片給你們看 OK 是 看不看得到 就在左邊那章 Otter Warburg Nobel Prize 1931 Medicine First to describe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今時今日有誰 Thomas Sifreit OK Sifreit Author of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一個就是一個過了身的古人 一個就是今時今日 在Botson College 教的 我們有去過信 給Professor Thomas Sifreit 如果今時今日你身邊 有人有cancer 家人 朋友 同事 而這個人是你關心的人的話 I urge you 在佛教的角度 做功德 做好事 你給少少的錢 捐 不是給我 是捐給 Professor Thomas Sifreit Botson College 如果你需要 你send message 給我的inbox 即是女王PAM 或者是forum 都沒問題 我可以將 Professor Sifreit 的email給你 給一個 donation 捐錢給他 因為它是一個forefront 它是癌病研究的前線 它不是就這樣開藥給你 叫你做化療 打標靶 不是 它是告訴你 這個是metabolic disease 今天我會很詳細地這樣說 剛才就說我 為什麼你要聽我說 為什麼你要相信我 為什麼你不相信你的醫生 我絕對 by qualification 我沒有同一個醫生 給 我現在做了什麼 其實我是跟幾個醫生 讀 Health Coach 健康管理 我亦都給哈佛 不是哈爾濱佛教大學 是美國的哈佛 邪惡美帝的哈佛 我媽媽終於可以 跟朋友說 我女兒讀哈佛 這樣很開心 我也覺得很威風 讀的是什麼 就是健康管理 好了 哇 我的衣服都沒有 為什麼是 有健康管理 Health Coach 他們跟醫生做的有什麼不同 他們跟營養師做的有什麼不同 Let me explain a little bit OK 好了 我又要講親身例子了 因為最可靠 親身經歷 而不是意外傳惡的事情 OK 告訴你 我講過了 我爸爸吃了三、四十年的 高膽固醇 降膽固醇藥 高血壓 降血壓藥 吃到 我跟爸爸說 爸爸不如你每天吃涼湯羹 橄膽油 其實我想我沒有說涼湯羹 我只是說 Why don't you just have some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我爸爸是一個愛女心切的爸爸 女兒說什麼都聽 他不會 question 我說 你到底懂不懂 你有讀過這件事嗎 他沒有 他就相信我 他就用了 and after one month 可能五個禮拜 最多六個禮拜 他再回來做body check Oh my god OK 高血壓沒有了 高膽固醇沒有了 全部在正常吃 and what happens 不用吃藥 不用吃藥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 Oh my god the doctor loses business OK 我很醜地提倡我爸爸吃橄欖油 就令到醫生少了生意了 But guess what I am happy My dad is happy Because he is no longer medicine dependent 他不再需要依賴藥物 OK 如果你的家人 有高膽固醇 有高血壓 Guess what OK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初榨橄欖油 叫他們加進去的食物 為什麼 Oh 很簡單 譬如你炒了個菜 炒了 之後 吃的時候 擠在上面 OK 我爸爸跟我說 他的方法是每天睡醒 就兩湯匙噴進口 你不用這樣 你可以舒服一點 你可以擠進湯裡 擠進菜裡 你的蒸肉餅 whatever 擠進去 OK You will see the results I guarantee you 為什麼我 guarantee you Because people who have who have been living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Mediterranean region 地中海地區的人 幾百年來 都好健康 他們主要的糧食 糧油 就是 初榨橄欖油 Yeah they have som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他們有心血管疾病 是有的 OK 你知不知道 愛斯基摩人 我上一集說了 愛斯基摩人 沒有吃穀物 沒有吃生果 沒有吃菜 但他吃什麼呢 他吃海獅 海豹 大條的肥嘟嘟的魚 生吞的也有 燒的也有 什麼都好 they eat a lot of 肥膏 Guess what 科學家第一次發現他們的時候 在未將西方那套飲食 即有burger 有什麼有蜜 那些穀物 對你好 未將那些東西 介紹給他們之前 即他們還在吃原始的飲食的時候 他們是cancer free And yeah you heard me right 是cancer free 是零 心肝疾病是低到 可能只有1% of the population 是有的 OK 我另外還有少少的research 我都可以讓你們看到 OK 這個research 不是我的research 是我quote OK 給你們聽 因為為什麼 我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有聽眾就跟我說 他就說 嗯 我太太的朋友 很多都叫他不要吃椰子油 因為椰子油裡面有 saturated fat 飽和脂肪酸 OK 還有LDL cholesterol 這樣 就會增加這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這樣 那你會怎麼說呢 你怎麼看這件事 好了 我quote一個research 給你們 這個research 當然就不是我做的 但是是誰做的呢 這樣 對上來了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是1981年的時候做的 膽固醇 椰子 和Polynesian Atolls 的diet 這就是兩個島 兩個島是什麼島呢 是在太平洋上面的小島島 一個叫做Puka Puka 一個叫做Tokelo 很悶一點 很快就讀給你們聽 好嗎 這兩個Polynesians的人口 在這個赤道附近的 他們飲食裡面有很多椰子 就是椰子everything 這樣 好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那些 Tokelo島上的人 他們的椰子 是佔他們的飲食 63% 而另外 Puka Puka島 就是34% 那兩個島是什麼 就是他們吃很多椰子 就是飽和脂肪 很多cholesterol 那你以為你會死掉了 What happened? The interesting is OK 這一句 我有一個蜂讀給你聽 Vascular disease is uncommon 聽不聽到? uncommon in both populations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high saturated fat intake having a harmful effect in these populations OK 可以嗎? OK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什麼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本書 我這個是中文版 你可以買個英文版 也可以 就是 這個 醫生 Dr.Bruce Fife 他就是 我們可以叫做椰子油醫生 也可以 他是很推崇椰子油 因為他看完 所有關於椰子油的research 很多我現在的資訊 都是來自於他的 OK 是的 但是這些資訊 是非常珍貴 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椰子油 是這麼好 這麼重要 有人被我生氣 真是很 interesting 為什麼被我生氣 你生氣什麼呢 你身邊的人會有 非常非常非常不希望 大家例子到爆 如果有一天你會有 萬一你有的時候 或者你現在身邊沒有人有 而有一天你身邊有人有 的時候 你看回這一集節目 這一集節目 我裡面會說的東西 會是beneficial 是有用的 OK 因為為什麼呢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To your surprise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你大部分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 美國的醫學院 你去讀醫 有接近八成 是不需要讀營養 簡單來說 你現在去看的醫生 如果他在美國讀醫 的話 他是有八成的機會 他不懂營養 不懂 因為他的 medical training 七年裡面是沒有 這個 nutrition training 有兩成之兩成半是有 這個 nutrition training but guess what 是十一至二十個小時 叫 nutrition training OK 現在我們的 health care裡面 the one thing that is missing 拜我的師傅跟我說 就是 the one thing that is missing in health care is health because what happens is 你去看一個醫生 醫生呢 就會將你的病徵 label了 跟著就給medication 給你 It's a three step process OK 病徵 他的病徵不同於中醫 中醫是望聞問切 他幫你打脈 看你的舌 OK 問你 再聽診 如是等等 這個過程是一個 diagnosis 西醫的diagnosis 其實不是一個diagnosis 是 listening to you describing your symptoms 跟著他聽下去 他把那些 symptoms label了之後就開藥 OK 那你 糖 血糖高 糖尿病 吃糖尿病的藥 血壓高 hypertension 吃血壓高的藥 但是 猜猜 但是 猜猜 他們有沒有問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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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hological 下糖 吃很大碗飯 炒河 飯後還要吃水果 Do they tell you these things? No 如果醫生細心一點 You ask yourself the last time you去看醫生 醫生有沒有叫你去看營養師? 沒有 是不是? 我問我為什麼會這麼進入營養師? 因為我以前有試過甲狀腺 很多年 4、5年 試過很多種藥 包括甲狀腺的權威 叫做楊梓芝 和梁振英有些關係 因為她想申請她 當年我看她的時候她是養王 當年2001年的時候 她收了診金差不多2,000元 當年對我來說當然是吃力 要2,000元去看她一次 她開了一種甲狀腺的藥給我 叫做PTU 如果沒有記錯 我由一百零幾磅 肥到一百四十幾磅 加細馬穿到大馬 你以為肥 她要先吃甲狀腺 她要按下你的甲狀腺 你的新陳代謝慢了 你就會肥 你覺得是合理的 但你知不知道 大件事 原來我的白血球一直在下跌 她不知道 我的白血球原來 跌是因為我對這個藥敏感 醫生完全不知道 我每個星期都發炎 我脫頭髮 肥 水腫 發燒 我這麼多次複診 她沒有發炎 直到發生什麼事呢 直到我 吃了一隻過期的東西 不要問我為什麼不小心 總之我吃了一隻過期的東西 然後 就 進了床 我不是直接進醫院的 聽我比較無聊笑話 我早就不去 我早就不去 早就下跌到最高104.5 然後第二回到最高9 然後下跌到最低 我那時是 Depois的 我會接吻 當時一人家的男朋友 是一隻醫師 他有medical training 但他也不敢去challenge 楊梓芝教授 教授權威 但he knew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me 因為我燒得很高 再燒得很高 又跌回下來 連續很多日 我去看楊教授的時候 他就叫我入院 他叫我要住私家病院 養和醫院的私家病院 很難的 我跟媽媽說這件事 媽媽就說不行 你保險包不了那麼多錢 就叫我不要入院 聽媽媽說不入院 就出來吧 繼續發燒 當時我的男朋友 也是醫生 隻醫 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入院 住兩人病房 他說不夠我給 我入院 我就不想入院 一天再也太貴 我們進了第二間醫院 就發現我有什麼事 原來有一隻食育菌的物體 集中了喉嚨的部分 他就戒開我的喉嚨 戒到我吃不到東西 喝不到東西 我連水也喝不到 你知道嗎 因為很痛 就要掉鹽水 然後醫生給我抗生素 很多天都沒有用 到最後要給雷姑信 我加上主張10-11天醫院 OK And what this tells me is 你不可以盡信一個醫生 No 就算他的名氣多大 他是一個世界權威也好 你都不可以盡信他 And not only this experience tells me this 我爸爸剛才所說 吃了三四十年的高膽固醇藥 高血壓藥 居然橄欖油 一個月 一個半月搞定了 KO了 OK 還有我爸爸的胃酸導流 Heartburn 吃了四五年的藥 一樣 一戒糖戒澱粉 馬上好 OK 所以 what it tells me is 醫生 真的未必所有東西都懂 而我現在訓練我的那個醫生 他是見很多patient 而他不是開藥給他們 This is the beauty of it 所以我很欣賞我現在的醫生 他不是一般的醫生 當然他在美國 他不是說 你高血糖 糖尿病 吃藥 高血壓 吃藥 他不是這樣 OK 如果你聽到我的醫生朋友說 他們吃午餐的時候 在一些醫生大廈 在餐廳吃午餐 打算沒有愛人 那我今天就見了 收了三十個 聽到這樣 Literally 你會聽到這樣的說話 為什麼我會聽到這樣的說話 因為 我以前的男朋友是他的醫生 他在那棟大廈裡面 全部都是名醫 很多醫生 就聽到 譬如你骨刺叫你開刀 你菠蘿蓋有事 叫你開刀 這個人很好吃 OK 其實除了開刀之外 除了食藥之外 食藥不是問題 但除了依賴藥物之外 還有沒有第二個solution they really don't tell you 好了 我當時甲狀腺有事的時候 是我自己去看營養師 我醫生沒有叫我去看 營養師 了解完你一輪之後 就叫你什麼叫你什麼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討論 飲老火湯 煲骨湯 豬骨 或者魚湯 營養師跟你說什麼 高脂肪 沒有鈣質 right 我想問你 你喝不喝湯 是不是 我們是否要盡信他們 營養師還有一個問題 我講美國 因為我現在是美國的 medical system的training 包括我現在跟醫生 和我來哈佛的training 營養師 他們每年都要回去 類似 類似 即是有些annual salmoners and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哪個sponsor 這些annual salmoners 可口可樂 大佬 the soy society the soy association the wheat association 就是為什麼他們說 全穀物很好 糖分和癡肥沒有直接關係 yeah because they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m ok 他不是明目張膽 或者Trigan所說的 明張目膽收賄款 不是 但是 喂 那些seminar是他的sponsor 正如 你現在進入獸醫診所 你會見到什麼 你會見到什麼 Hills 你會見到不同的儲方糧的牌子 ok 你會否想像到是怎樣 去到什麼程度 這些貓狗糧的品牌 在那個獸醫未畢業 還在讀醫的時候 他們已經進去 跟他們說 我幫你出你的棧 我幫你裝修你的診所 ok 所以你會見到什麼science diet 你會見到全部的儲餐 ok 都是那個牌子 而如果你的貓貓 或者狗狗 肥 吃儲方糧 他腎有事 吃儲方糧 他什麼什麼 又是吃儲方糧 除了儲方糧之外 就是 吃藥 那 贏家是誰 當然醫生是一個贏家 因為他有賺錢 還有還有誰 就是 處方糧 製造商 就是貓狗糧 那個人 對吧 包括我們現在的醫生 他開藥給你 他怎樣選擇開什麼藥給你 well medical representatives 所謂的med rep ok 那些藥廠的代表 去跟你說 你開這隻藥 更加明顯的是什麼 抑鬱症 ok 抑鬱症 他開藥給你 他跟你說 因為你腦裡 血清素 不夠 neurotransmitters 不夠 那所以呢 那些訊息 傳遞不到 那你現在的抑鬱 其實不是心理 是真的biological 所以你要吃 一些 neurotransmitters 這些 血清素 ok it works it works definitely 包括現在有很多怪獸家長 覺得小朋友不夠聰明 都叫醫生開一些聰明藥給洗腦 有用還有用 但是你想不想長期依賴藥物 這個是你要問你自己 ok 除了這一種藥可以補充 血清素之餘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補充 血清素 可以令到我腦裡那些所謂的 you know 快樂指數 endofins 這些什麼 serotonin 我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補充 醫生有沒有跟你說 沒有 we'll do your own research 那你再問 醫生我為什麼會有這個病 很難說的 可能是環境 可能是遺傳 就完的了 they don't go into the detail 好了 我喝了一口 然後我就開始說cancer 好嗎 請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儘管留 ok 我要喝我這個 幫他買廣告 因為這個 這間東西 不是間間 我光顧那間 因為每一間 它是加盟店 很好 這個整杯裡面其實沒有糖 它幫我 特別用我的stevia 甜菊葉 幫我打的 上面這麼多 這個cream wip cream 怕不怕 hey I'm on ketogenic diet 生同飲食 脂肪是我的朋友 ok let me drink ok 有問題的請留言 ok 好了 我開始說了 那就是 我現在的幾個客人 有家人有cancer 他們現在每天來我 我準備好食物 讓他們拿走 那我煮的是什麼 就是ketogenic diet 生同飲食 生同飲食 是否新的 不是新的 1920年的時候 在美國 權威 medical權威 mail clinic 做這個 說來見他們 當所有藥 co 當所有藥都沒效 人們還是有癫癫 或者癫癫 不要緊 不要它 無論ulsion 如何讀 halfway indicator 吃極藥都沒有用的時候 Kelogenic diet有用 控制得非常好 寶貝做什麼 包括誰 包括今時今日大力推動 這件事的 是一個叫做 James Abraham James Abraham就是一個 荷里活的導演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 Charles Foundation Charles Foundation 因為他的兒子 有epilepsy 癲癲癌 吃極藥都沒有用 後來他come across 就是這個 Kelogenic diet 很有用 控制得很好 And guess where he gets it? John Hopkins 所以剛才我說 我收到那個message 說要吃穀物 澱粉質 糖 I tell you this is absolutely fabricated 一定是作的 一定是假的 OK 好了 如果聽眾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去 The Charlie Foundation 就是Charles Angel Charles Angel Charles Angel 那個Charles The Charlie Foundation Facebook找到 亦都可以在 Web site上找到 And the best thing is 什麼呢? 就是你會找到 一些是 Support Ketogenic therapies 的醫院 OK? Let me show you OK? OK? 你看到這條link 是不是? The Charlie Sorry CharlieFoundation.org OK? Find hospitals OK? Click a country or state to the left to view hospitals that offer Kelogenic diet support OK? 你看到其實 是整個地球 都有的 Asia 我們 click在Asia 看看好嗎? 如果你聽了我幾集 你以為我講 Ketogenic diet 純粹是為了減肥 I tell you This is so much more than that So much more OK? This is the way to live OK? This is the way to give yourself the best insurance 現在香港已經是 淪落到 成為一個 只有有錢人可以病 窮人不可以病的地方 如果你是 民建聯的前主席 你生蜥肉 就馬上有醫生 插隊幫你割 但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一個男嶺工人 你有個歐 穿過你手臂 你可以等兩天 他都只會幫譚耀宗割了蜥肉 也不會幫你拔 那條鐵歐出來 OK? 好了 那你就會見到 這一堆是在亞洲的 等等 我現在在吃 OK? 在亞洲有這些 看到最底的就是 深圳兒童醫院 上面是蘇 當然是首爾 OK? 另外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以及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這兩個是在新加坡的 OK? Ketogenic Diet 是對癌病很有效的 我會形容給你聽 解釋給你聽 怎樣也很有效 有效到我很開心 就是我剛才說過 其中一個客人 他媽媽吃了我煮的東西 我想大概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三個禮拜 可能兩個禮拜 他去檢查 就淺色了 肺部的陰影淺色了 而他標靶只打了一次 當然我不會說是我的功勞 我好厲害 不是 但是打了一次標靶 再加上生酮 而得出效果 記住他四期 四期是很危險的 好了 為什麼有用呢 我想說 我今天 終於可以搞這麼久 終於進入主題了 OK? 你要對抗cancer 當然一般醫生會叫你做 做化療 OK? 化療的弊病是什麼呢? 就是 他一攻擊的時候 他攻擊的癌細胞 亦都攻擊健康細胞 兩個一起死 簡單來說 逐點說 攬炒 OK? 那麼 正常細胞不死 也有生產 即是你的抵抗力 砰 暴跌 我媽媽當年 打標靶的時候 他的百血球是低得很厲害 低得醫生要他回來休息 OK? 好了 那麼 但是癌細胞 死不完的那些怎麼辦 死了就死了 死不完的那些 他有抗弱性 他變得更惡 更毒 而且他不怕你 你就再打 是嗎? 即是到時 到底你死的細胞 是癌細胞多 還是健康細胞多 大吉利是這麼說 你最終你死了 如果if you die from this 你是分不了 你到底是因為癌病死 還是因為 化療死 OK? This is how sad it is 那好了 那我告訴你 from我現在的training which我現在是specialize in cancer treatment and also weight loss 減肥 那你就說 你瘦了才說 好 那就瘦了才說 因為我會瘦的了 我會瘦很多的 我要買了衣服 OK? 所以 因為為什麼 講笑了 剛剛那部分是搞的 為什麼我會specialize in cancer 因為 like I said 很多人有cancer 為什麼? cancer呢 你身邊一定有人有 如果你有這些資訊 if I tell you now and you listen to it 你入腦少少都好 OK? 而你可以告訴你的朋友 hey you're helping a lot of people man 你正在做功德 我也是正在做功德 OK? 我不是說 你要光顧我 你光顧我 我幫你代煮生同抗癌餐 well yeah 你可以光顧我 but你不光顧我 it's fine ok? it's absolutely fine but do share this information 將這個 你聽到的消息 講開去 let more people know because 我現在講這些東西 it will be so useful it is not from me ok? it is from 一些好聰明的人 ok? 好聰明 好無私 地為了癌病 去付出 做研究的人 所以我剛才就說 捐錢 如果你身邊有人 是有癌症 例如你媽媽 例如你爸爸 你先生太太 用他的名義 我講佛教的因果論 ok? 用他的名義 去捐錢 去support 例如剛才說的那個 Charlie Foundation 捐給 Professor Thomas Seifried ok? Boston College 要email 問我 ok? 因為你去幫他們 你真的幫了很多人 這是很大的善業 好了 我要講的就是 在1931年 拿了諾貝爾醫學獎的 Octer Warburg 他那個 Warburg effect 就是發現了什麼呢? 就是癌症包很喜歡糖 他喜歡糖的程度 是像一個小朋友 更深 是瘋狂的 看到糖 他瘋狂到什麼程度呢? 我可以給你一張照片 你看了你就會明白 ok? 我想你的醫生 是不會跟你說這件事 ok? but it's fine because you will hear it from me ok? this ok? oops oops 不要斜 ok 你現在看著的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蒙 可以對一下招嗎? I don't know ok 算了 不要緊 你當看得懂 我的手現在很避 不過我照說 那 就是什麼 這是一個胰臟 你知道胰臟癌 如果我沒有記錯 Steve Jobs 是胰臟癌死 胰臟癌是很難 detect 而detect到的時候 都很沒了 即是三期尾 死期頭 甚至四期 到差不多死了 你痛 才發現太遲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普通的CT scan 你看到胰臟是一樣的 沒有東西的 ok? 但是PET scan 即是現在我們用來驗cancer 去locate 即去找cancer 就是用PET scan的 你看到很明顯是什麼 就是著燈 你看到它有三個點 here sorry 這裡 上面 救命 用右手 ok 見不見到 這裡 ok 唉唷 我對科技這件事 真的暈倒 ok great 這裡 見不見到 這三點 你看到它是亮光燈 它為什麼亮光燈 ok 它就是 它將你的身體裡面 它打了一件東西 它就打了一些 叫做放射性的glucose 即是糖 放射性的糖 放射性的糖 打進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呢 它就scan 它scan 它scan 它就找什麼 就是找著燈 為什麼會著燈 因為你癌死包 一下子衝過去 發狂地洗 發狂地吃 那你就知道它在哪裡 就是這樣去找cancer cells 明白嗎 到底你cancer在哪個位 如果切得的 怎樣切 就是靠這些放射性的糖液 打進你的身體裡面 就去找 ok 好了 那一個 為什麼會知道有這件事 是因為Walberg effect 就是 Dr.Octer Walberg 1931年 拿了諾貝爾醫學獎 就是因為他發現 原來cancer很喜歡食糖 所以呢 我就可以跟你說 第一 如果你要預防cancer 或者你是要 治療cancer 第一件事 二話不說 全面戒糖 Hey listen 我不是說戒低 我不是說戒一半 I'm talking about full elimination complete elimination ok 因為 星星之火 可以療緣 你射一個蠟燭 ok 你要整熄它 你放一隻杯 你覺得它快要熄 你一拿起 它只要有丁點 氧氣進去 它會馬上重新 所以 你是要completely eliminate sugar What else 那是什麼 ok 粥粉麵飯 麵包餅乾蛋糕 南瓜薯仔 芋頭 沒有 沒有 飲品裡面的糖 ok 還要 你買的東西 吃的東西 你要看label 你要看裡面有沒有糖 ok 你要這樣的full elimination 因為what happens 如果 如果你一 go on 這個 其實就是 ketogenic diet 你的癌細胞 是完全 deprive ok 完全 喪失 它能夠 依賴 去生長的 養分 完全沒有養分 你簡單說 餓死它 好 然後你說 但是 癌細胞很餓 很頑強 Yup 它很頑強 但是 再頑強 我給你一個200磅的大隻佬 六尺四 ok 不吃東西兩個星期 你看它縮水縮到怎樣 Winnie 蜜糖 是不是甜的 當然不行 Kenneth Cho 蘋果等水果 當然不行 任何有糖分的東西 你全部給我剪掉它 包括紅蘿蔔 都不行 紅菜頭 不行 那你就說 這些東西是有益的 什麼 紅蘿蔔有維他命A 乳衣甘藍也有維他命A 更多 蛋黃也有 而且蛋黃 它還要是 因為維他命A 是fat soluble 所以 當你有脂肪 跟這些維他命 與脂溶性維他命一起吸收 吸收得更好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餓死癌死包 餓死癌死包的方法就是 不提供任何的糖給它 很簡單 Cat yellow cat 你不要代我回答 水果 你不要說ok 你不要mislead人 How about orange peat lime 不要玩 No fruits Literally 除了avocado I cannot really think of anything else that is ok 因為如果你現在 譬如我講自己 我久不久 可能每一兩天 兩三天 我打的那個 所謂的蔬菜汁 即是一個liquid salad 裡面 我可以加少少berry 幾粒 三五粒下去 blueberry rasperry strawberry 那些不是很糖的 不是很甜的 Cat yellow cat 我就是罵你了 不要亂說話 不ok 水果不ok 聽我說 不ok 我可以加少berry 因為after all 我現在還沒有cancer touch wood 所以我有少少走散位 但你要記住 如果你已經full blown 即是醫生 測試到 你在你的身體檢查報告裡面 顯示是有cancer的話 即是他是惡性的話 你是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糖分 完全不可以 berry young 吃素是錯的 ok 我為什麼告訴你吃素是錯 我們平時 英文 叫做素食者 叫做vegetarian comes from the word vegetable 對嗎 但if you really look 印度 有四分之一 至一半的人口 是吃素的 and what happens 他們的癌病很高 糖尿病更高 and then 心血管疾病也很高 在印度 在印度 你基本上除了二十歲以下的人 你找不到二十歲以上 找不到瘦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所謂的vegetarian 其實是grainitarian 即grains 他們有薯仔 有麵包 即是nana pavrati roti you know 即是我試過和一個印度朋友 去上海 接著我找素食餐廳給他 叫了很多菜 他不喜歡吃 他說我不是牛 因為他是grainitarian 我們大部分覺得是吃素的人 one thing is right they don't eat animal products 但是不吃肉類 但可能他喝奶 奶裡面有什麼 lactose 乳糖 你喝不覺得甜 但裡面是糖分 literally 進了你身體裡面 你不要理 like I said 聖經裡面 譬如形容撒旦有很多個名字 其實呢 糖就是撒旦 它有很多個名字 不論是果糖 乳糖 還是葡萄糖 蜜糖 水果 等等 all of these it's the same thing because your cancer loves it ok 所以由現在開始 麻煩你們有少少 determination 當你想吃甜東西的時候 tell yourself remember this it is your cancer cells wanting to eat not you ok don't give in 不要輸給他 你的意志力比他更強 他現在是那個魔鬼引誘的你 跟你說吃啦 吃啦 一顆不要緊 ok 我剛才也說過 我現在specialize的是cancer treatment 和這個減肥 減肥 減肥那裡提一點點東西 ok 就是什麼呢 人們就說 不要緊 我辛苦整個星期都沒吃過什麼 我吃一塊曲奇餅 或者我一個女生朋友叫Anna 很喜歡喝酒 她本身是做酒行業的 不要緊 她現在生同著 但是她會喝酒 但是我不敢直接跟她說 不想hurt她的feeling 就是她可能在聽這個節目 其實呢 你喝了半杯的紅酒 已經足夠呢 去stop你的身體 去burn fat 你說不是啊 怎麼會啊 這樣 你說 喂 很少糖分而已 半杯紅酒 dry一點就可以了 常常聽到這句 no it's not okay you know why 因為少少的糖分 就會令到呢 你這個insulin 胰島素 產生 胰島素一產生呢 它就進入了storage mode 即儲存 mode 儲存 mode 儲存2 脂肪儲存2 ok 那它就不burn fat了 就是這麼少 只要一trigger到 insulin insulin 胰島素一出 它一出 它就要搞你的血糖 那就是你只要有少少的糖分 進去 它就要搞你的血糖 那兒島素就出擊 兒島素一出擊 它就儲存肥高 那所以呢 就是說 一塊曲奇餅 或者半杯的紅酒 足以令到你接下來的 48至60個小時 不burn fat 還要加上之前追數 即是backdate一日 so this is how bad so if you ask me I will tell you sugar is Satan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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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任何的糖分 ok 那 我再說一點 就是有人challenge我 就是 which is normal and I don't mind ok 不介意 就是 有人就說 我覺得你很不負責任 你只不過是keto diet 過年兩個月 你就在那裏上promote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不對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就是 我在2014年的夏天 5、6月的時候 就已經跟劉細良的太太 鄺永孫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做城寨 她就說她很肥 說她減不了肥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你只要 戒掉所有的澱粉質 粥粉麵飯 obvious carbs 就會瘦了 很難 那是2014年 記住 另外一部電影 是Scarlett Johansson做的 我又要搜尋一部電影 Scarlett Johansson做一個好像 變了超人類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藥 Lucy 那部電影叫Lucy 2014年 我跟探長看這部電影 我跟探長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她說她在船艙裡 有一種特別的超級毒 那種超級毒 倒捨了 她就吸收了超級毒 變成超人類 為什麼超人類呢 因為她的大腦潛能開發 對 對 對 然後 你知道我跟探長說什麼 我就說 我吃碗飯就沒有分 然後她在笑 所以 我不是今時今日 2017年 才知道有Keto diet 是一天的 的 As a matter of fact 我2015年 一月在印度Yoga training的時候 我喪challenge 那個所謂的Doctor 因為她不斷地說 要吃澱粉 澱粉 澱粉對有益 等等 我跟她說Keto diet 我就跟你說 上一集也有說過 她就以為是Keto Exidosis 即是同體中毒 這個只會在一期糖尿病的病人身上 有機會發生 OK 今時今日 我當天跟她爭論了很久 我傳了知道給她 她也不看 她也不肯改她的說法 她依然覺得澱粉真的很好 今時今日 我想早兩天左右 我終於看到 Time of India 終於有一篇東西出來了 就是講Keto diet Guess what I did 我馬上分享了她的Facebook Oh wow I am so happy that this news finally reached your country This is what I've been telling you This is what I've been telling you for the This is what I've been telling you and My telling you Sorry This is what I was trying to tell you two and a half years ago 這樣 她看完之後 就沒有回覆我了 小氣豬 這樣 OK 好了 剛剛所說的就是Cancer 你一定要餓瓜它 我可以給你看一個 很興趣的圖表 OK and again 阿姐要去找 那 就是這個圖表 OK 你的醫生會不會給你看這些東西 I doubt it 如果他會給你看 你告訴我 我真的會讚美他 Cancer 只有5-10% 是Genes 基因 90-95% 是環境 所以為什麽大陸的信民 平時 政府出去做什麽都不要緊 隨便 一說要建化工廠 要建墳花路的時候 他們就會集體上街 搞得很嚴重 因爲他們都知道 是會 令到 有Cancer 是吧 包括有一部電影 Julie Roberts 做的Aaron Brokevich 在美國 也是一個化工廠周邊的鎮 裡面的人 差不多 不要說100% 很大部份的人 都有Cancer 後來成為了美國史上其中一單 如果不是最大的賠償案 Aaron Brokevich 就是裡面那個 Legal Executive 你看到 Environment的 Contribution裡面 有三成 三成半 比煙草還高 見不見到 比煙還要大的 Contribution Factor 是Diet 你的飲食 我現在就會解釋給你 為什麽 除了 你不斷吃糖 Cancer就是這樣 生… 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 你吃的食物裡面 有很多 其實 主要是蔬菜生果 I have to admit 它裡面 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 Anti-Angiogenic property 什麽叫做 Anti-Angiogenic 即是 Anti-Angiogenesis 好了 又要看圖了 各位 我做字幕是很負責任的 我不是就這樣吹水的 我是有做很多功課的 OK OK Look at this 是不是很噁心 看真點 你想吃甜的東西之前 再看多一次這個圖 Watch this Look at this Every time You want to eat something sweet OK Because you are feeding this monster right here OK How cancer becomes dangerous 它變成這樣就是dangerous OK 那 爲什麽呢 這是什麽來的呢 我解釋一下這個圖 OK 我不知道怎樣用手指 這樣吧 OK Right 這一個呢 這裡 看不看嗎 每一個cancer 都是 It started like this 一點仔 等於你那個 什麼呢 原子筆 一點下去那一點 的一半那麼小 or even smaller 那 但是如果它一踏通天地線 啊哈 踏通天地線 它就會有 這裡呢 變成這裡了 什麼叫踏通天地線呢 就是這個angyogenesis OK 就是它能夠生長自己 一系列的 妄狀的血管 這些血管就會 不斷地 供應血液給這個癌細胞 一踏通了這裡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個了 在很短時間之內 馬上變成這樣 重要呢 它不只是變成這樣 它還會生 退出來 退出來 看到嗎 隨著這個血管 一路這樣擴散開去 所以為什麼癌症 擴散這麼快呢 就是因為 它會隨著你的血液 一路散出去 OK 因為它一踏通了 它就通了 那麼 What does this mean 就是 在你要 treat cancer裡面 我們要針對兩樣東西 重點 如果整個節目講那麼長 你什麼都不記得 都不要緊 你要記住兩點 我們呢 我們呢 是要stuff of cancer of two things OK One is the blood supply and one is the food supply OK Blood supply呢 就是你要吃一些 anthiogenic foods 什麼叫anthiogenic foods 我又給你們看了 你看到有多負責任的 節目主持才可以 OK 如果有人有cancer的話 你問問你的醫生 可不可以administer 就是幫你使用anti-angiogenic therapy 你的醫生可能會說 什麼來的 這樣 好了 這個呢 就是一個有brain tumor 癌症 腦癌的病人 他的橫切片看到 這個白色著燈 記住著著燈的位置 就是因為 打了放射性的葡萄糖 所以找到他的所在地 就在這裡 OK 接著呢 經過四個禮拜 的anti-angiogenic therapy 就變成這樣 看到嗎 著燈的位置沒有了 OK 好了 再來 你說腦癌而已 但是我現在認識 誰誰 不是腦癌 OK Watch this 這個是乳癌 breast cancer 這個女士 她那個 她那個 她的week zero的時候 她的癌症在這裡 燈了燈 看到嗎 week four 就變了 找不到 OK OK This is how potent how powerful food is to cancer and to your health 所以我再講多一次 我等一下要勵著你 跟你說 你下次再想吃糖 看回這些圖 麻煩 OK 好了 還有 人類有用 狗狗有沒有用 OK 狗狗 你有沒有看到 狗狗 她在 week zero的時候 看到這個 是一個很惡性的纖維柳 然後經過了七個星期 Oh It's gone 看到嗎 OK 好了 那你就會說 喂 那就是怎樣啊 大哥 我 我 跟醫生說 如果醫生不知道是什麼 那 都很人極有限 I'm so sorry 如果我知道 他不知道 那你相信我好過 但是 如果你說他不知道 但You want help Yeah Ask me I'm more than happy to help OK 那 我可以 formal consultation Or 你說我和你 訂你那些 生酮抗癌餐 Sure Sure No problem 封劍由人的 但如果你說 我不用和你訂 我自己會煮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guide me how to do it I'm more than happy to OK 好了 我的兒子在上面 在玩 OK 這樣吧 有什麼東西是有抑制癌細胞血液供應 OK This is how you translate it Anti-angiogenic therapy 其實並不是什麼藥 是食物 你只要吃對的東西 你可以做到兩個效果 第一 斷絕癌細胞的血液供應 第二 餓到他沒有任何的養份 他被迫要死 OK 兩樣東西要同時進行 所以我現在呼籲定 在吃我的生酮抗癌餐的人 以及將來會吃我的生酮抗癌餐的人 千萬不要 阿滋阿滋 簡單來說 不要說不喜歡吃這個 不喜歡吃這個 你要明白 除了是生酮之餘 我還要加上 這個Anti-angiogenic的飲食成份 即是說 沒有糖分供應得 斷糖 令到癌細胞沒有食物 沒有養份 但是他還有血 那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有血度 他也可以繼續成長 雖然慢一點 所以我兩者都要一起用 OK 那我告訴你 有什麼食物呢 是Anti-angiogenic OK 好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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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 Here 看不看 OK Anti-angiogenic potency 這個呢 是大陸中國的茶來的 Dragon Pearl Jasmine 是不是真是 末里一種 龍珠末里 我不知道 我照譯的 OK 第二個Central 就是日本煎茶 綠茶的一種 他們的 他們的 Anti-angiogenic potency 即是 抑制癌細胞 血液供應的能力 並不高 但誰高一點呢 你看不看 就是 喂 不要那麼光 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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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我一會兒 OK Earl Grey Earl Grey 比Earl Grey更高的是什麼呢 就是 將 莫里茶 加煎茶 混合成 一個blend 之後 居然比Earl Grey更厲害 這個 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 食物和食物之間 是一個交感 交叉 互相影響 的效果 譬如 你說 蒜頭是抗硬 which is true 但是 原來蒜頭再加多薑黃 哇 它不是double那麼簡單 它可能幾何倍這樣 盛上去 所以就是 我們 就要知道這些東西了 那我又給你看了 你猜不到的 士多啤梨 OK 這一個呢 就是 一個 癌細胞 你看到 好像 煙花一樣 那些其實就是 它的血管 癌細胞自己 產生了一組的血管 為它 量身訂造 為它 去供應血液 但是 你一打 Allergic Acid 下去 是士多啤梨 你毒有的一種酸 這樣呢 死了 還有 就是 現在用著 你現在看到這個 你會覺得很荒謬 你真的會覺得很荒謬 Let me show you OK 打聲十二分精神 Here OK Cancer Drugs 看到嗎 Cancer Drugs OK 他們的 這個 Angiogenic 的 property OK 最有用就是上面 L字頭那個 OK 下面那幾個 Literally 沒什麼用 但你醫生還會不會開給你 那你就問 如果你有親人 在接受癌病治療 1 問一下他 到底是給你什麼 好了 接著 Common Drugs 喂 Common Drugs 有一個叫 C字頭那個 還記過L字頭那個 嘩 明明不是Cancer Drugs 還比Cancer Drugs 再看下去 這個才是真正最驚嚇的 OK 你看到維他命E 比起 C字頭和L字頭 都還要強很多 T 看到嗎 是僅次於這兩種藥 Tumeric 薑黃素 OK 或者叫黃薑 黃薑粉 OK 是 看到嗎 一路下去 整個List 你看到什麼顏色最多 是Dietary factors 食物裡面的抗 癌細胞血管供應 血液供應的力量 是大過 亦都普及過藥物 OK OK And what is a good news is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very good news OK 美國明利蘇達州 Blue Cross OK Cancer protection Now in a convenient package Fresh Frozen and dried Eat more fruits and veggies today 最抗癌的 是 深綠色 蔬菜 裡面的 十字花科 Fruits 譬如我剛才說 維他 那個士多啤梨 它有抗癌 功效是真的 但是 它也有糖分 所以你有一點 Catch 22 有一點點 因為現在的科學家 他們很積極地 將那個士多啤梨裡面的有效成分 抽出來 如果它將來成為一個 supplement 或者變成藥的話 那就很有效 但是如果你整顆士多啤梨吃 你就要冒了一個風險 就是我雖然阻折了它 癌細胞的血液供應 我同時為它提供糖分 作為養分 所以就是 最穩陣的 我一樣會跟你說 就是吃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這個list其實很長 但是呢 例如有些什麼呢 魚衣甘藍 Kale 白菜 芥蘭 西蘭花 椰菜 花 Arugula 即是火箭菜 魚肆等等 這些 有效抑制癌細胞的血液供應 你看到是可以四個星期 就可以收皮 直接 我覺得很粗俗 I hope you don't mind 但是 Yeah 我幹嘛要對你這麼客氣 Cancer cells Why am I being so nice to you? No OK 那 好了 我想再說多一點 如果你現在大吉利士 已經很不幸 已經有Cancer的話 OK 等一下 我先回覆一下 Fone poll 這些資料可不可以分享在Facebook嗎 可以 可以 我分享在Forum 我會分享在我自己那裡 或者 vice versa 不要緊 就 Yeah Like I said If you 如果你身邊 我講回中文 如果你身邊認識別人 大吉利士真的有Cancer 你可以約我 OK 我 正正經經坐下 跟他談 因為我跟他談 我會說什麼 我會要了解他的飲食習慣 了解他現在做什麼 如果他有能力自己煮 我教他要吃什麼 如果他不想自己煮 他想我幫他做 By all means 封劍有人 我可以代路 OK 是的 你說我很有錢 生癌症 你可以吃很名貴的食物 我可以幫你找最好的 Supplements 我可以親身飛過去 見 You know 如果他沒有癌症 我要用最便宜的方法 去做到你說的 都可以 Like I said 我見你一次 我了解出你的情況 我會跟你說 或者我幫你代路 都可以 可以用到最便宜 蛋 有多貴 是吧 椰子油 就是要用這些 我現在 下一個話題 我就是要教你 大吉利士 如果真的中了一招 應該怎樣做 OK 好了 有一個研究報告自出 OK 我現在可以開放 告訴大家 繼續留言 我會看 OK OK 等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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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找到了 OK Dr. Mercola OK Tommy Tom 早睡早起才是最健康的良藥 I don't agree with you and I'll tell you why because it is in your DNA imprint 你的睡覺時間 即你的Kirkadian cycle 其實是 在你的DNA裡面 已經寫了 一個人是早睡早起 還是晚上晚起 不是個人的選擇 Believe it or not OK 好了 有一個study 發現很精靜的 隨著年紀增長 癌細胞 是越來越多的 剛才說的 Dr. William Lee 他說過 在撞車死的 40至50歲的女性裡面 有四成是有乳癌 細胞 在撞車死 做autopsy 即是解剖 發覺50至60歲的男人 有超過一半 有次列腺癌 但是70歲以上的人 普遍全部都有癌症 OK 癌細胞 癌細胞 會不會發展成癌症 即是惡性的 就是剛才一個多小時 一直在說的 你吃什麼 你餵牠的 牠就大 你不餵牠 餵牠 牠就會縮 牠就會死 所以 一連天堂 一連地獄 It is all your choice 不要跟我說 你戒不了道乳 你戒不了道乳 有一天你都會 需要戒過道乳 Because You will have to say goodbye to it one day If you get seriously critically ill You won't be able to have it 大家例如說 你插了喉 你還怎麼吃道乳 對吧 OK 剛才所說的那個 四至五十歲 四成女人 五十至六十歲 男人五成幾 到七十歲以上 大家都有 好了 代表什麼呢 有一個很 interesting的 research 指出 其實癌細胞 是和你身體裡面的酵素 especially是 pancreatic enzymes OK 我讀給大家聽聽 OK OK Is cancer the result of diminished pancreatic enzymes OK the systematic use of enzymes is just taking off 喂喂喂 不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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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 OK 可以了 不要緊 我照讀 OK 就是說 現在 今時今日 有系統性的 去運用酵素 現在在美國開始 take off 開始起飛了 開始多人認識了 但是其實呢 用酵素去治療cancer呢 是可以追溯到1911年 OK John Burtz OK the enzymes treatment of cancer and its scientific basis OK Burtz believe cancer 是一個 因為你癌狀酵素減低的原因 為什麼有cancer 因為你癌狀酵素減低 OK 有病人呢 是有 癌狀癌的 而他們呢 是 接受大量的 酵素 OK 包括是 organic diet 和排毒 detoxification 發覺他們的存活率 比一般的 同樣是癌狀癌 接受傳統 好 化癌的人 是有三至四百個percent 的存活和康復率的 OK 好了 那 酵素 那是什麼呢 酵素 什麼會減少酵素呢 首先 喝酒也會減少酵素 有些人呢 喝了酒 臉紅得很厲害 沒有了 那 就是因為肝 裡面少了 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可能完全沒有 可能是少些 分解酒精的酵素 OK 你每次喝酒 你身體都要 用很多酵素去分解它 那 有什麼可以補充到酵素呢 生的食物可以補充到酵素 所以 我的朋友 讀中醫 或者很喜歡中醫 那一套 或者中醫傳統 經常都說 不要吃生冷的食物 我真的很崩潰 因為我很喜歡中醫 那一套 但是 你要明白 特時代不同了 以前的人 所謂的生冷 其實是因為什麼 叫你不要吃 是因為怕有細菌感染 以前是 before penicillin 以前沒有抗生素的年代 你吃了一些生 沒有煮熟的食物 危險 你會中招發炎細菌感染 就死了 但今時今日不同 如果是有機蔬菜 沒有用農藥 有機肥料 你洗乾淨 你洗乾淨 你吃了它 你就真的補充酵素 You understand me 酵素 也就是對抗cancer 是一個很有效 很powerful的武器 所以 What I've been telling you Eat 7-10 cups of vegetables everyday 什麼叫一杯 什麼叫一杯 不是 一隻手拿著的份量 就叫one cup OK 吃7-10隻手拿著的份量 OK 這樣就補充到 你一日所需要的酵素 那什麼蔬菜最好 阿哥 當然是十字花科最好 對不對 因為它是抗癌 記住 你要治療對付 兼預防癌症 就是要切斷癌細胞的血液供應 才有anti-angiogenic 以及切斷的養份食物供應 就是Keto 沒有糖 OK 好了 大家消化得到我講的話 你可能要聽一百幾十次 才會記住我講的話 OK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OK OK 就是 嗯 OK 到底飲食有多重要 對於Cancer 我說口果無憑 看一下這個圖 好嗎 這個圖 知道不過 除了飲食之外 還加多了一樣東西 但我會解釋的 不怕 先看看 好嗎 對 就是no treatment 就是這樣 OK 接著 Ketogenic diet 再加上hyperbaric oxygen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這個病人 他是吃了 Keto diet 即是限糖 斷糖 OK 重要 是吸高濃度的氧氣 這樣 他的Cancer 基本上是消失的 沒有了 因為 你說 不是我亮了燈 不是 你看真點 我給你看真點 就是 他是整個 沒有了 光吐吐 看到嗎 光吐吐是沒有了 所以 如果你 啊 大把身家的 你又很有錢 你又不介意的 你是可以買 那些 oxygen 回來吸 因為他是很有效 對淋癌症 因為癌症會爆破 因為癌症會爆破 然後你限 他的血液供應 anti-angiogenic OK 然後限糖 讓他餓死 你就完成了 其實 It is so simple Your doctors will not tell you this But I will tell you this OK 最後一分多鐘 跟你說 如果你 你大吉利士 有癌症 或者身邊的人有癌症 在這裡說 你可以找我 OK 我見他一次 了解他的飲食習慣 親自 breath他 他應該怎樣吃 他有能力的 他叫我代煮 他沒有能力的自己煮 I am still more than happy to help OK 如果已經有cancer 第一 講了一萬次 麻煩你 就是斷了所有有糖分的東西 OK 包括牛奶 包括 包括 生果 包括 筋徑類的蔬菜 包括 不用問 粥粉麵飯 薯仔 天鵝餅 蛋糕 曲奇餅 薯片 all that OK 切掉 第二 喪食十字花科的菜 不用問我拿的list 了 Google 大家都是免費的 OK 上Google打十字花科 他出整個list 連白菜都是 戒籃又是 你說你想買Cale 不知道在哪裏買 或者說買Cale很貴 你找我 OK 因為我是 and again 飲食業回來很便宜 所以我可以 比市面價便宜 但你要來同羅安 接著 就是蒜頭 吃多些蒜頭 生會比熟 再來吃大量的新鮮 沒有煮過的沙律菜 因為你需要酵素 再來就是你吃的東西要是organic 因為有很多的research指示 就是說現在的耕種方式 就是用很多的殺菌 有機肥料那些其實是抗癌的 再來就是你吃的肉類裡面 它需要是grass fed 草子 草子 不是草子 分別就是 不是有無機的東西 草子的話 裡面的omega-6 和omega-3的比例 是接近很多的 越接近你越不生癌 你越接近你越不會病 OK Omega-3是很難的 因為深海魚類有 那為什麼愛斯基芋 為什麼不死 為什麼沒有癌症 就是這樣 沙魚也是 只吃深海的食物 另外深海魚類之餘 就是flaxseed 即是阿麻子 還有chia seed 即是奇牙子 所以找我代煮癌症 抗癌餐的人 我給他們的肉一定是grass fed 沒有荷爾蒙 沒有激素 基本上每天都要見到奇亞子 還有這個 奇亞子和flaxseeds 要用椰子牛煮等等 所以我希望今天說的話 可以幫到你們 如果你知道大家有癌症 的話 Please share this information with them 夠一個一個 盡量幫 好嗎 下個星期會是慈觀做的 如是我問 再下個星期就輪到我 話題未定 我想我會講很多關於癌症 關於生酮飲食 關於為什麼喝水也會肥 佛教也會講的 因為我正在讀這件事 所以我整個腦都是這件事 我自然會不斷地講 健康有關的事 而且在佛教的角度 I have to say 發菩薩願 要救到所有眾生 如果我今天講到的事 是有一句兩句能夠幫到你的 都是我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good luck everyone Enjoy good health and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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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食糖分的事 ok please ok thank you bye bye by bwd6